嗨,大家好,谢谢收看我的频道,赵之校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一下关注,按下小铃铛,谢谢大家 今天和大家要谈一下有关欧洲 就是这次,大家也知道上次08年之后延续的,一直延续的欧战危机 其实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它留下来的这些国家 就是它本身历史文化比较厚一点,然后它的旅游观光比较强一点 其中这就包括希腊了,意大利了,还有西班牙这些国家 那当然这些国家本身它因为以旅游业为生 所以说在那场欧战危机当中,因为大家都没钱了,没法去玩了 然后再加上本身它的资金的匮乏,这个时候这些国家就 在债务上就会出现问题 那之后整个欧元区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援助 当然这些援助都是有条件的 条件是什么,就是说你财政必须要缩减开支 那其中很多国家在什么方面缩减开支 在政府的公共支出上各个方面 包括他们的整个的健保系统上进行了缩减开支 最终出现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们在公共医疗上面各种支出在减少 那遇到重大疾病的话就会出现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欧洲现在感染率包括死亡率最高的是哪些国家 我想最高的现在谈论比较多的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 意大利的死亡,而德国的本身的死亡率是非常低的 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一万 像西班牙的死亡人数已经将近六千人 所以就是五千多人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存在什么 就说明其实这些国家死亡率如此之高是有原因的 当然因这次新冠疫情本身死亡率高 还有其实整个欧洲国家对这次新冠疫情不重视 也会之前那有好多国际上的专家认为通过中国的数据 可以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 就说它的轻症率在80%以上 轻症率80%以为的什么 大部分人根本就不需要治疗 居家就可以 但是就跟我之前的视频所说的 其实这个都是相对来说的 如果100个人里面患了病 它有80个人是轻症 20个人需要治疗 并且这20个人里面可能都是重症 或者是有一部分人是微重症 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需要在住院治疗 是不是需要呼吸机 甚至需要的是我们体外脏气的循环系统 就我们说的是液克膜这些设备 那像如果是呼吸机的话 本来平时大家的保有量按照一个正常的年份来说 每个国家每个地区 它可能保有量就是那么多 包括液克膜可能本身就不需要那么多 再加上像欧洲整个国家 它公共支出的缩减 那这个时候 它资源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紧平衡的状态 对平时来说 那这次疫情爆发之后 加上他们信任专家所说的轻症比较高 我就说的100个人里面有2080多个人是轻症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基数进行扩大 如果你患病的人数足够多 是1000个人 1万个人 10万个人 甚至100万个人 如果是100万个人患病的话 重症率如果在20%左右的话 也就意味着你需要20多万张床位来满足这些人的医疗 治疗 救治等等 呼吸机我想呼吸机包括体外的心脏体外循环这些所有的东西 所以说包括药物这个时候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所以说专家所说的80%的这种轻症都是在概念里面 我们从那个percent来说是本身是不多的比例来说 但是放到数量上 如果基数足够大的话 我想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就我说的 为什么在中国湖北 它的死亡率高一点 而在其他地区死亡率低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造成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这个病在某一个地区它特别厉害 在其他地方它相对来说它的毒株被减弱 其实本身在大的环境下很难产生一个突然的变异 也就是说整体来说基本都是菌株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毒株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死亡率 有的地方比有的地方要高两个点三个点甚至四个点 那现在意大利的死亡率在十个点 那比我们有的像德国的死亡率不到一个点 那差将近九个多点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因素 我认为本身是什么 医疗资源被挤兑 然后造成有的大部分的重症 并不能得到一个完善的及时的治疗 所以说这个病症重症率它固定 但是死亡率跟什么是挂钩的 死亡率是跟你医疗资源的充足与否挂钩的 那我们看到今天所有死亡率高的这些国家 它的原因是基于整个欧洲对于这次病情的严重的评估不足 再加上这些因为之前欧债危机 欧洲国家像他们这些资本比较充足的这些国家 包括欧盟对这些债务国家进行一些限制 砍了财政预算造成了这些医疗资源的紧平衡 那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会造成医疗的挤兑 但是而且它这本身是一个恶循环 就是螺旋上升的一个状态 因为医疗资源不足 所以造成感染人数的 而所以造成这个重症得不到有效的救治死亡率高 普通的病人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防护 那这个时候它又螺旋的上升 那又造成了技术的增大 又造成了人数的增多 所以说它是不断的上升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欧洲像意大利了像希腊了这些国家 其实跟德国人 德国这边跟北欧的一些国家 它本身在性格上也会有差异 我们知道其实德国人更像亚洲的日本人 就是他们比较自律 做什么事比较规矩一点 就比如说政府要求隔离 可能大部分人会遵循这样的 但是像意大利的希腊了 西班牙的这样的民族 这样的国家 民族特性 它就是比热情奔放 就是放荡不羁 爱自由吧 用中国一句话说 所以说这些人 你要他做自我隔离 其实很多时候是在 他认为是在束缚他的牵信 那在前期的时候 其实在西班牙 我们可以看在CNN的采访 包括BBC的采访等等 包括推特上来到的一些消息 意大利还在组织一些加年华 类似这样的大的活动 政府提倡这些活动取消 但是其中采访很多的人 大部分人认为就是说 政府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好多人认为这次 仅仅只是一个流感而已 大家为什么如此 政府为什么如此的操心 然后有的人还认为 你今天把这个活动阻止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旅馆了 酒店了什么的 你又没办法阻止 所以说你这个阻止 这次活动它的作用 又体现在哪里呢 所以说它是对欧洲来说 特别是像意大利 西班牙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 他们很刚开始的时候 完全理解不了这些 我们可以看在油管上 包括推特上最近流行很广的 一个意大利市的市长说 这次疫情严重的时候 大家怎么想着都去健身了 之前你健身的时候 是不是上次跑步 还是在小学 在小学的操场上 所以说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 欧洲的一个国家遵循 就是说如果你遛狗的话 可以去街上 那有的狗被出租的狗 一天出去六十几趟 二三十趟 整个狗都垮了 所以说欧洲疫情严重 它是多重原因的交叉 一个是因为之前政府 因为欧盟的欧债危机的原因 缩减了公共财政的支出 那同而医疗的支出也受到影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本身 像这次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了 像西班牙了等等这些国家 它本身民众 它就是性格上可能是比较热情奔放 在对自我隔离上做的不太好 喜欢群聚居这样子的 第三点就是欧洲刚开始的时候 对这次政府层面 对这次疫情的严重的重视 像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要做全体免疫 那后来英国发现也放弃了这个政策 那英国首相现在自己也确诊了新冠肺炎 再加上我们这次我最后说的一点就是疫情它的严重是什么 就是说当医疗资源匮乏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的时候 这个挤兑的这个结果本身又造成了更严重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这几重原因加起来就出现了欧洲今天死亡率高的原因 我想我们可以在推特上看好多意大利的人现在在烧欧盟的旗帜 认为这个时候本来能够展现欧盟一体的时候 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并没有对意大利进行援助 我在推特上看是阿尔巴尼亚去了一个30人的医疗团队 去意大利进行了援助 这个可能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很难听到这个国家 对不对 那但是德国了瑞典了等等这些国家有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呢 法国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消息 而且这次欧洲给我们并没有展现出所谓的团结来 那德国今天扣其他国家的口罩 法国今天扣其他国家的口罩 意大利又怎么着了 所以说我们整天就看到这些可能相互的维护自己的利益 就是说本来 欧盟地区是一个我们知道就深根区嘛 你之前是各地的民众畅通无阻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在维护各个国家的利益 包括今天美国包括中国在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可能他们本身比如说这次疫情结束或者疫情当中为了更好的刺激民众的消费或者是让民众度过难关会 会在利率上包括或者是直接发现金 像美国直接出现出了两万亿美元发给普通的民众 每个人每月可能可以得到一千美金左右 那像中国的话也可以通过对中小企业资金的援助 比如说银行进行零利率 对吧 就是货币政策 然后再加上一些现金的投放包括一些债券的一些回购都可能向市场投放更多的现金 然后增加中小企业主的资金的流量 但是欧盟今天是不是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我想今天除了英国之外其他的欧盟国家在这个决定上都是束手束脚的 欧盟欧盟里面英国这次脱欧 他其实在欧盟里面的时候本身他都是什么有英镑 也就是说你有自己独立的货币 你就可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 但是欧盟就不行 欧盟的话像作为一个整体 你作为意大利或者是法国等等 你这个国家的财政上不能够很轻松自如的根据自己本国的特色 去制定一个很灵活的货币政策 那这个时候就会受限 你想如果是在欧债危机的时候 当时的工业强国像德国法国这种就赚得拨满盆满 为什么 因为欧元升值了 那像西班牙了意大利了这些以旅游为主的这些国家 就会比较受到拖累 那这次的话我想本来应该对欧盟来说 像意大利了西班牙了包括这些国家 应该像中国或者是美国一样操作 增加货币的市场的投放 鼓励的基础建设等等这样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欧盟很难去做 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等等这些国家 很难自己单独的去做这些操作 因为货币它的权利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而是掌握在整个欧盟的手里的 那回顾现在 回顾今天欧盟所有的一切 其实我认为欧盟在建立之初 或者是在这么长时间运作当中 并没有对这些公共的突发事件 做好一个相互合作的一个机制 当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还是个顾客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欧盟的优势并不能体现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欧盟 总让人感觉到有点有福可以同享 但是有难不能同当的状态 所以说推特上好多意大利人在烧欧盟的旗帜 认为这次欧盟的做法让自己伤心了 认为我们虽然处在欧盟的深耕区里面 但是这次我们并没有看到患难见真情的时候 反倒是看到了叫什么 就是有点中国有一句话形容夫妻的 就是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到头各自飞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究竟后续因为这次新冠疫情 欧盟该怎么走该怎么去面对 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因为欧盟的这个本来它这种模式 也是在全球绝无仅有的一次尝试 它跟联邦邦联本身也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们也拭目以待 也希望这些疫情严重的这些欧洲国家 能够及时缓解得到有效的救助 像意大利塞尔维亚 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部分的援助 我想在我们满足我们大力生产的同时 我们的衣的呼吸机了 包括我们的口罩了防护衣了 都会得到极大的 产量上得到极大的提升 我想这个时候给欧盟或者是缺这些东西的国家进行出口的话 显得正式时期也是展现中国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时候 大家加油 好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